来看吃到饱餐厅 有许多饕客都有一套吃到饱吃回本的攻略 就有连锁的餐厅业者表示 包括像是和牛 螃蟹 天使红虾等高成本的食材 是不少人专攻的目标 但是其实呢 餐台上还有其他的热食 像是寿司等等可以分散饕客的注意力 因此不怕你吃 鲜蛋和牛在滚烫汤头翻滚 再涮进新鲜红虾低头旷客 再直冲餐台夾好夾满 来到吃到饱餐厅不少人占力满点 想吃回本 掌握优先顺序速度调配 只有一套吃到饱攻略 记得网友很有感po文 连锁速食餐厅鸡块四块四十九元 自己随便吃也能八十块以上 等于九百八十元 瞬间吃回本 矿过发问为何餐厅敢放鸡块 就有人笑说成本又不高 毕竟来到吃到饱餐厅 几乎都从高单价的下手 海鲜跟肉类单价会比较高 一般民众会觉得单价高的东西 就会去一直去夹 还是会有提供一些熟食类啊 海鲜水果类 可以让各种选拼项可以让客人去选择 偷客很懂吃锁定肉品和海鲜 像是和牛螃蟹天使红虾松满猪格力 统统来好几让 接着偷偷秘辛 大多一次北出多种成本较高的食材 分散注意力不怕你吃 回到吃到饱餐厅 菜台上的满满食材 让你瞬间陷入选择困难 但是呢也要记得不能一次吃太多 避免造成身体负担 加大量的蛋白质之后 其实会比较建议 帮助肠胃乳工的状况 像你还是要适度的搭配一些青菜 生菜沙拉等等的炖饭啊 或意大利面啊 面食等等的 就尽量减少 也有网友献策 先吃冷的蛋白质食物 像是生鱼片 因为大多搭配酸甜酱味 提升胃口增强续航力 菜想吃的划算又不伤身 专家提醒均衡饮食 才能进攻更多美食 记者周远都军明台北总的